基隆地檢署主任官戶人曾信洞 今天正式容身了 接掌台北地檢署主任官戶人一職 同仁特別幫他準備了歡送會 而地檢署的檢察長圖達仁 則是肯定他這四年來 在推動司法保護業務上 所做的貢獻 歡送會上 基隆地檢署主任官戶人曾信洞 切下蛋糕卸下植物 即將轉任台北地檢署主任官戶人 同仁特別準備影片 給予深深的祝福 離別場面同仁還不忘搞笑 曾信洞任職地檢署 將近四年期間 積極推動司法保護業務 也協助地檢署推動任養偏引學校 及推動弱勢學童的客服計畫 都獲得了基隆地檢署檢察長 高度的肯定 司法保護的工作 其實它的深度廣度 都越來越大 越來越深 要做好這個工作並不容易 尤其是說 不光是法務部的部分 抬高檢的部分 甚至於就是說 本署的一些 有特色的一些作為 都需要主任官戶人 來前例來協助 那我最感謝的 當然就是當時我提出了一個 任養學校的一個計畫 這一部分要耗衛非常多的人力 有些部分甚至要當壞人 跟學校的溝通 跟老師的溝通 以及包括跟公益團體裡面的一些溝通互動 都要發揮相當大的心聲 那我想這一個任養的計畫 其實在外界的評價上面還不錯 是基隆蠻有特色的一個計畫 司法保護業務相當繁重 地檢署三大體系 包括了飯堡 根堡及關護人 這幾年來積極推動 藥營者復健中心的成立 協助了藥營者戒毒成功 也是全國的首創 福島這些毒品犯可以戒掉他們的毒癮 然後在家暴的 家庭暴力的加害人的方面 我們也讓這些加害人 也可以上一系列的課程 讓他們的家庭可以回復到安全 可以回復到和諧 對於性侵害的方面 我們也有心理的輔導措施 那另外還有像藥營者的復健中心 在98年的時候我們開始規劃 99年我們很難得成立了 全國第一所的藥營者復健中心 讓我們關護人在輔導藥營犯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收容 這些種種的方案 不是只有我的功勞 是包括所有關護人 大家共同的努力 帶著同仁滿滿的祝福 曾信洞即將接下台北地檢署主任 關護人一職 也期望結合更多的政府 及社團民間的資源 將保護業務的深度做得更好 記者黃紹明採訪報導